一身融合設計機動性高 這是俄羅斯首款逆送戰機 現在傳出首度遭到烏克蘭集會 烏克蘭國防部情報總局 秀出七號和八號攻擊前後的衛星照片 看得出事後地上出現爆炸坑洞 傳出機身被彈片擊中 還在評估能否修復 而烏克蘭軍方加碼透露 可能有第二架蘇凱五七也受損 這不只是戰士一大突破也算報仇雪恨 因為二零二年六月傳出蘇凱五七就參與了空襲擊斧的行動 俄羅斯空天軍目前裝備有大量遠程導彈 例如比較知名的KH-101和KH-555遠程巡航導彈 其射程在兩千公里左右 可以讓蘇五七戰斗機 處在烏軍防空導彈射程之外 對其實施軍事打擊 號稱在敵方射程外就能成功打擊 整體設計也聲稱結合F22戰機和蘇凱二七的特點 達到理想的平衡 如今還沒起飛就成了目標 渾然不自知 開戰以來烏克蘭缺乏能深入俄國境內的飛彈 主要都藉由長程無人機越境突襲 如今收穫重要戰果 盼望能重挫俄軍士氣 三立新聞 雙不倒